发生灵异事件。 网预言,她将寿终正寝。 怎么会出现二个男的呢? 网络图,20101804.16。 1986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《樱桃小丸子》,打从1990年在日本电视台播放,至今长达28年,依旧深受观众欢迎。 但15日播出的最新一集,居然发生灵异情节,画面中竟有两个奶奶同框出现,惹来网友热烈讨论。 这一集讲到《小丸子》一家人,在客厅争抢看电视,只见奶奶已经起身走到电视机前转台,结果镜头又一转。 奶奶站在电视旁边的同时,原本的座位上仍然看得到奶奶的背面,而且她也跟其他家人一样,对电视机被转台的举动大表无奈,奶奶头上甚至出现一滴汗。 站起来转台的奶奶,又出现在座位上了。网络图,20105804.16。 虽然画面一闪即逝,仍难逃观众的发言,近乎喜法留言说,奶奶的真正身份,原来是忍者。 奶奶有分身术吗? 电视台莫菲想为奶奶增加一个双胞胎姊妹新成员,但也由网友推测,传说见到另一个自己,代表寿命将近。 这说不定是要告诉观众,奶奶快死了。 幸亏电视台很快就承认是制作失误,会好好反省,并承诺以后将更加尽甚小心。 但其实小丸子的奶奶,最近话题不断,之前有一集讲到她跟爷爷临睡前躺在被窝里,就看见奶奶难得解开发剂,一头长长的绣发披萨在枕头上,看起来特别年轻,也叫观众 泽泽泽称奇。 奶奶,幼,原来有一头长长的绣发。 网络图,20101804.1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